我和我媽在之前的關係沒有很好 國中開始我就離開台中到外地求學 直到出社會後才回到台中 超過10年的時間不在家中 少了超過10年的互動 感覺我們的關係就像是躲了一層薄殺 始終看不透對方到底在想什麼 大的覺得小的整天在外面騎車 小的覺得大的整天瞎擔心 直到我載它去環島 讓彼此間更加認識 有一種特別的凝聚力 親愛的兒子 去年底再一次聚餐閒聊中 你邀請我一起跟你騎重機換到 我也沒怎麼想的就立馬點頭答應 當時我以為你只是隨意說說而已 今年過年你再次提起 而且也把時間規劃出來 我這才覺得你是來真的要帶我去體驗重機 就這樣你帶著我重機環島去了 我先上去 你扶我然後踩這一個 踩這一個 可以嗎 可以啊 你後面這個可以抓 對 YoYo我是魯特 騎車這件事 從我的角度看來是要去看風景的 把美麗的風景 以及途中發生的事物記錄下來 不過我從媽媽的角度來看 他不了解在我每次踏出門之後 在旅程的途中到底都在幹嘛 不就是一直騎車嗎 有什麼好玩的 又要去飆車喔 很危險耶 諸如此類的話常常出現在我耳邊 不過我相信很多朋友 應該也是面臨這樣的問題啊 就是有一種危險 叫做媽媽覺得你危險 畢竟母愛也是天性嘛 你提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你凌晨兩點 騎在某個路徑上 接到我關心的電話 你說你聽起來那是一通折怪的電話 你心情變得很糟糕 我說那是關心的電話 身為母親 有種護子的天性本能 發現孩子三更半夜不在家 會焦慮緊張擔心孩子的安危 口氣自然就忘了要禮職氣囉 會有這趟行程 起因是在去年南橫公路天池剛開放的時候 因為要趕著八點到美山口 所以魯特在凌晨兩點就從台中出發了 在一出發之後 連西濱都還沒上 魯娘的電話就來了 她是說她的語氣沒有不好啦 不過在我聽起來就是非常的大聲 尤其是我媽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 我這麼關心你 你竟然不聽我的話 一句話就可以把所有不合理的要求變得合理 除了叫我馬上回家 還掺杂了一些關心 不過這也是正常的 自己兒子在半夜兩點就出門騎車 還說要騎到高雄山區 任誰聽到應該都會很擔心啦 因為在沒有經驗的時候 我們會把那種遇到未知狀態的那種不安 那種恐懼 放大再放大 雖然在當下講完電話之後 我還是沒有回家 經過這一次之後 我心中就告訴自己 有機會一定要讓她知道 我出門到底都在幹嘛 你說從那次起 你心中種下一顆苗 希望有機會 仍然讓我見識體驗騎重機的真實面紗 我聽了心中又是一股激動 淚水忍不住在眼眶裡打轉 原來你看起來那冷淡不羈的外表 內心卻隱藏著對父母的重視與在意 要不是透過這次 與你環島親近 我還真沒機會 接觸你這麼感性的一面 一開始在剛出發 其實心中有一種不真實感 媽媽跟重機環島 說真的這兩樣東西 可以說是八竿子打也打不著的 所以在一開始我問她 要不要跟我一起環島的時候 我也只是抱著問問的心態啊 沒想到她的一口答應 讓我真的是蠻驚訝的 對我來說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載一個女生環島 最大的難度比起平常騎摩托車環島 難的反而是載人 所以在路線上的安排也是很單純的 西濱 平鵝公路 南迴公路 台西線 蘇花公路 北宜公路 台三線 YO 各位早安 11點9分 口湖休息站 今天我們做了一件非常不一樣的事情 非常特別的事情 載我媽環島 這個就是乳娘好不好 嗨 各位大家好 然後她今天還戴了一個非常帥的墨鏡好不好 這是我老公給我的 這是我爸給他的 我爸平常什麼都不會給他 就這時候會給他墨鏡 沒有啦 他比我還緊張耶 今天早上大概從9點多從台中出發 然後走西濱 你的感覺是怎樣 風好強喔 風很大 風很大 然後那個 那你有覺得很危險嗎 應該沒有啊 比我想像中還好 但是就是很刺激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但我不知道未來三天 就明天後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但至少現在 嗯 體驗還是好的 現在體驗還是好的 對對對對對 今天騎390ADV 然後 我們剛從台中出發 現在到了口湖休息站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那邊休息一下 夠是嗎 對 你要說夠夠 你要說夠夠 夠這樣嗎 你然後你再一次 夠 離開了口湖服務區 我們繼續往南前進 前面提到我跟魯娘不熟 除了我國中就離開台中去外地讀書 還有一樣就是他教育我的方式 魯娘之前曾經是英文老師 從小對我的教育方式 就是比較偏向權威式的 情緒勒索加上打罵教育 而這樣的教育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壓迫 小孩子被動的接受 反而不會感覺到被愛的幸福 心裡只會有愧疚 自責自己為什麼會做不到他的要求 久而久之就會想要逃離 所以後來才有了跑去外地念書的想法 不過我也很感謝我媽啦 其實蠻偉大的 能夠跟著我去環島 願意去理解自己小孩子的興趣 那個過程相信對她來說是很不簡單的 不是一位母親都能做到的 在開始規劃環島的時候 第一個面臨的問題就是要騎哪台車 總不能騎著橘白載她環一圈吧 相信回來屁股應該就爛了 怕魯娘到了雲林就會想要回台中 所以借了390 ADV 不過安東貿易的Vams哥 特別擔心魯娘的屁股 硬是要我騎790 ADV 所以今天要進入東部前 我們到了高雄換一台後座比較大的790 ADV 接著就準備進入東半部了 1點53分了 剛才坐過來妳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屁股本來兩片對不對 可能快要睡片了 現在變睡片了 對對對對對 天氣還不會很熱啦 所以感覺起來就很想睡覺這樣 蛤?我覺得蠻熱的耶 剛剛 可能妳在騎 那我在妳後面 我就覺得很想睡覺這樣 就很舒服就對了是不是 很舒服很舒服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換大橘白 大橘白 對大橘白 這台是小橘白啊 妳剛才做的是小橘白 那個有什麼差別啊 373cc 那一台等一下那一台 790cc吧 我的老天兒啊 790cc 那一台叫790 那一台叫790 然後這台叫390 390是390cc 它其實是373cc 那一台700多 那一台應該是790 那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爸爸開的那個車是幾cc的 2000 所以它這700多 對它是790 平常你們在說橘白 橘白什麼 不是不是 橘白是這個牌子 它叫KTM 就是我的橘白啊 它也是KTM的 覺得很感動耶 蛤?為什麼 我覺得我看到譬如說 在彰化那個路段 薩石車很多 可是到了台西這一段的時候呢 沿岸已經開始有一些養殖 就是引進大海 然後養殖漁場 然後到了布袋的時候呢 就感覺那個一模一模的養殖場域又越來越大 對 然後到七谷鹽田的時候 就看到一片一片一片的那種白白的 那就是曬岩嘛 對 感覺好像每個地方的風情文化不同 所以它呈現出來的風景也很不一樣 那你每隔一段路 就可以看到很大明顯的差別 對對對 尤其在台西那一段 兩旁 就有四五家的那個 大小不同的廟宇 顯現出那個當地的文化 對 就覺得很感動 沒有最感動的 最感動的其實到今天下午才要來 開始往東邊的時候 那個海會比西點的 那什麼台灣海峽 我們剛才看的那些真的就小case 沒有也很漂亮啦 當然還是小case 我覺得我很感動 對 真的很謝謝你 他第一次啊 所以他現在就快不行了 等下到台東他就知道了 GOGO 這是第一次我要單獨跟你出遊 第一次你主動邀請我 第一次你主導規劃旅程 第一次坐重機 想著想著眼眶盡絲潤了起來 此刻我複雜的心情難以圓獄 當我在IG上面 臉書粉專上面 PO出我在我媽環島的照片 很多觀眾都在下面留言 魯特好孝順 魯特好棒 那其實看到這個 我心中是有點慚愧的啦 因為這只是我第一次在我媽環島 甚至是第一次單獨跟他兩個人出去玩 所以說孝順嗎 其實我覺得不然啊 不過這種事情永遠不嫌晚 正所謂樹欲盡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帶 我相信這句話很老套啦 不過在旅程的一開始 我很慶幸自己能夠在我媽 還可以跟我出門遊玩 體力還OK的時候 帶他去環島 在屏東與台東的交界處 右邊遠處有一大片海洋 隨著微風徐徐吹過 海面彷彿有著萬千雙少女的眼眸 Bling bling 盡量剔透 平送秋波 彷彿在歡迎我們的到來 我說這裡好美喔 不停下來欣賞一下很可惜耶 你應著我的請求 邊停車邊說 後面還有更美的風景 我們落不快點 天按下來就看不到了 離開高雄市區 從芳寮接到平鵝公路之後 這邊一直是我每次在環島的時候 很喜歡的其中一個地方 除了一望無際的海洋 這邊也代表著 逆時針環島 準備進入東台灣的起點 可以用很慢的步調 搭配上海天一線 調適心中的心情 因為過了這邊 就是澎湃的太平洋 而在這邊 我相信魯娘一定是受不了了 超想要提下來看風景的 最近過了應該快四個小時吧 時間已經快五點了 我們又回到了 金光閃閃的台一線 我們現在平鵝公路上面 時間過得真快 時間過得真快 對啊 這海面真的很漂亮耶 這個今天是為了你停下來的好不好 對我知道 你一向都是衝衝衝 我有看你的影片我知道 你就一直衝一直衝 可是在這樣夕陽余灰 然後映照在一片大海 波光靈靈 對 真的好美喔 不停下來怎麼可以呢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我都不停這邊嗎 為什麼 因為東邊真的比這邊還要再漂亮 你每次都這樣走 那個海是懶的 你今天已經說了好幾遍了 對啊 是真的啊 我們等一下要走那條 就是這一條 那條 對我們等一下要走那條 就是你有看到一個往上的嗎 那條 台九線 這條是台一線 它叫平鵝公路啦 喔好美喔 就是屏東到鵝卵比的 之前都是開車這樣過 對 騎摩車是不是真的不一樣 很不一樣 就感覺很靠近大海的感覺 然後時間 時間也過得蠻快的 對 從你帥氣的墨鏡上面 就可以看到你的夕陽了耶 是 就可以看到夕陽了耶 真好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要繼續往台東了好不好 好 我們在岸邊合照 你邊說邊指著前面那座橋說 等等我們騎上去的時候 在橋上 你往後看 大海更美 看著波光淋淋的彎羊大海 胸口那股湧動又再度澎湃起來 可以啊 我去大杜山就是騎這種路啊 騎這種路才好玩 離開平和公路 我們也準備接到台九線 進入南迴公路 在這一趟行程的第一天 其實我最想讓我媽看見的 就是從大五鄉開始的南迴公路 那一種一瞬間 從山景中衍生出來的海景 每每來到這邊 都還是讓我無法忘懷 所以心中只想著 無論如何 都要在天黑前 載著乳娘進入南迴公路 一邊是海洋 一邊是山的風景 一直延續著 傍晚的大海 籠罩在一片迷雾裡 海連天 有些許分不清是海還是天 夢幻中帶點神秘 此刻的大海 令人難以捉摸它的真實樣貌 天空微暗 雨絲緩緩飄落 各式各樣的原住民 鮮艷圖騰 出現在烏牆 在樹上掛著 在招牌立著 他們無處不在 似乎分秒在提醒人們 不要忘了原住民存在在 這塊土地的事實 最後很幸好的在天黑前 就進入了南迴公路 跟鹿娘感受到一樣 第一次和家人在南迴公路上 坐在同樣一台車上 看著同樣一片風景 特別是 吹著同樣的風 讓心靈和身體 都處在一個自由的狀態 我忍不住地跟你說 我跟誰來過這裡 來過那裡 我跟你說 這次出遊 我有好多第一次的體驗 台東的風 純淨到讓人聞著就覺得幸福 更別說海邊的礁石黃潑堤 海的波光浪花 月彎型的海岸線 岸邊的白泡沫 看了實在令人炫目 時間來到6點20分 然後我們現在在太馬里的全家 Are you ok? 感覺你的屁股快炸裂了 你可以坐著沒關係啊 你坐著啊 好痛喔 很痛嗎? 真的假的 大概從哪裡開始 應該是從高雄的前面那個是什麼 高雄的前面 台南 其實好像一路都很痛耶 坐久了就會痛 即使換大型的車也一樣 我們現在離台東大概剩40分鐘啦 所以等一下再乘一下就到了 喔好 等一下就到了 天黑了耶 對天黑了 好黑的好快喔 對天黑很快 剛才哪一段你是比較有印象深刻的 那個你說南河那一個 南迴 南迴那一段嗎 對 哇那個天空啊的顏色 映照在那個大海的顏色是一樣的 對 你有時候真的是分不清楚 到底是天空還是大海 對 有時候現實跟幻象是有點 就是有點迷幻 對 感覺好像是在那種 雲霧一下來的時候 感覺就很夢幻的感覺 我覺得最好的光線的時候 是在那個平鵝公路上 就是我們停在那邊不是有一個 對對對 那邊 那如果那個時間點是我們已經在南迴的話 更漂亮 滿可惜的 我們就是太晚出來了嗎 對我們太晚出來了 還是高雄 我們高雄換車換太久了 對我們高雄換車換太久了 高雄換車換太久了 準備出發 go 從大五香經過太馬里 我們也進入了台東市區 到了今晚的住宿點 其實魯娘算滿強的啦 一直到太馬里了 屁股才覺得痠 台東臨近火車站的夜晚 雨後有涼意 街上幾乎沒什麼車 也不見人的蹤影 真搞不清楚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喜歡騎重機 腰好痠好痛喔 屁股呢 屁腿屁 屁股痠嗎 屁股還是很痛 現在時間 現在時間7點58分 其實我們7點初就到了啦 剛才到那個 肥包客棧的時候 然後我媽呢她進去 她直接倒地了 對 但這一家不錯喔 很適合年輕人來 那你會不會想說 原本應該是住飯店之類的 我跟爸爸來說是住高級飯店欸 老實那也假的 真的啊 對不起 這是我第一次住那個肥包客 但這一家還蠻乾淨的 她剛才跟我說啊 就是今天 我們來之前 下超大的雨 所以地板才會是死的 台東超會下雨 然後我們來的時候 完全一滴雨都沒有碰到 應該是因為我的關係吧 是喔 因為他們都說我是情男 少臭美了你 他們都說我是情男啦 你瞭起 過去跟朋友或車友出去 你睡覺都會發出咬牙聲 吵醒別人 又不忘不說 我的打汗聲也挺厲害的 我們都是那種 睡覺會讓別人睡不著的人 你說完 我們哈哈大笑 約好明早八點出發 不只是太累 還是床太舒服 洗完澡 跟台中的老公報平安後入睡 敬一覺好眠到天亮 我說很多孩子成年後 都不是很喜歡跟父母一起外遊 為什麼你想要邀我和你一起騎重機 你很感性的說 你想讓我更清楚你騎重機的狀況 我聽了心頭又是澎湃不已 早安時間八點二十五分 現在我們剛起床 我睡到有點落枕 剛才早上也去沖一下熱水 現在比較好一點 今天我目的地是到花蓮 先去吃包子 他想要吃東河肉包 菜包 對菜包 等一下我們帶他去吃包子 GO GO 今天一早八點起床 把東西整理整理之後 我們也準備出發了 今天的路線 沿著台十一線一路向北 打算經過花蓮宜蘭台北到林口 我妹的家住一晚 比起第一天 今天的行程算是比較硬的 台十一線 蘇花公路 北宜公路 再到桃園 總里程接近四百公里 雖然對我來說 算是還蠻常這樣騎的 不過對於我媽來說 還真的是第一次要坐這麼久的機車 所以做好行李準備 如果她太累了 就直接停下來找住宿點 多住一個晚上 我跟你分享 台東對我來說 是個很珍貴的地方 因為我數次單獨跟我心愛的人來過 爸爸 你 妹妹 以前都坐火車去 這次跟你 卻是騎重機 由台東 又環島 感覺很不一樣 來到了田野間 天地突然變得寬廣好多 馬路變大 人車漸漸稀少 在媽媽環島 給我的很大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後座多了一個人 需要時刻注意她的狀況 想不想上廁所啦 會不會太熱 會不會太冷 肚子會不會餓 屁股會不會痠 要不要停下來休息一下 沒辦法像一個人的時候 狂喜猛騎都不用休息 除了讓我媽放心之外 更多的是 我也想要藉由這次的機會 讓彼此有更多陪伴對方的時間 一路上我們從台東市區 經過加入蘭、都蘭、金樽 沿途的風景 有山、有海、有田野 最後來到了東河 打算這邊吃個肉包 我帶他來吃早餐 東河肉包 好吃嗎你覺得 還不錯吃啦 還不錯啦 當早餐OK 當早餐啦 東河菜包一樣美味 吃的同時 桌上飛來一隻 胖嘟嘟的小麻雀望著我們 我隨手從你手上 撕一小塊肉包給他 他很快叼走 飛到另一張桌子上 吃了起來 這樣幾次後 第二隻叫瘦弱的瘦麻雀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要勇敢一點 有時候人生總是要冒一點險啦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就好 這個冒險就要有一些勇敢跟熱情 就像騎重機一樣 胖麻雀勇敢冒險找食物 瘦麻雀等待時機虐奪食物 兩隻麻雀用自己可以的方式 努力找食物存活下來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繼續往花蓮 Go Go 待會見 離開東河肉包 接下來打算帶我媽去巴翁翁海岸走一走 在台11線旁邊 不需要繞路 又可以親近海岸線 算是省時省力 又漂亮的一個景點 巴翁翁海岸 一個魯特拉一次就愛上的地方 這次來 一開始原本單純的以為風景就是超級美的 不過在啟程的時候 遇到一對福奇觀眾 心中突然一陣激動 看著右手邊的海 眼淚就這樣默默的流下來 從國中在外求學開始 我在學校給我爸媽的印象就是 翹課 抽煙 翻牆 打網咖 在老師眼中就是標準壞學生的那一種 訓導處每次報告 名字裡面幾乎都會有我 超性成績 永遠在瀕臨不及格的邊緣 不過在遇到這對跟我媽年紀相仿的福奇觀眾之後 他們說是看了我的影片才來到這邊的 我突然覺得 我自己在做一件 讓我媽能為我驕傲的一件事情 一輩子中 其實也沒什麼事情 人讓他們驕傲的啦 所以心裡面 到了這邊的時候 還蠻激動的 就默默的邊騎邊哭了起來 連擦眼淚 我都沒有讓我媽發現 而這次在訪包翁海岸 除了海景 魯特覺得 真正重要的東西 只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視覺感官 永遠不及內心的激動 這時候的太平洋 單純就只是個裝飾品 更重要的是 與同行的人 那一種心中的連結 擦了好幾次眼淚 終於把視線由模糊擦回清晰 從包翁海岸 接回台11線 離開台東 我們準備進入花蓮 每次到某個休息處時 都會有欣賞你影片的人 前來問候小聊 甚至送個飲料 有些是年輕學子 有些是社會人士 有男有女 每到一處休息 你總會問我要不要喝飲料 咖啡上廁所 感覺還好嗎 或者乾脆拿起攝影機 當著鏡頭訪問我的心情 我也像個乖媽媽 聽從你的指令配合你 我彷彿變成了那個需要被照顧的小孩 而你像個獨立自主 懂得照顧別人的大人 我想這種感覺 對你我來說 應該都是首次驚豔 剛剛去了巴翁海岸 飛一下空拍 那個海岸它叫做巴翁海岸 我覺得好美 我第一次到耶 超棒的 很感動 因為他離海很近 就其實這些觀眾啊 他們都知道 其實我是北幹騎 北幹騎 什麼叫北幹 就是不會騎 不會騎車 是因為你騎太慢 騎太慢 對 就其實我覺得 很多朋友很多車友來說 他們想要騎車 往往都是家人 是他們最大的主力 就是家人不會贊同他們騎車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還蠻幸運的 就是剛好 載我媽出來環島 就是有點像是 讓重機變成我和他之間那種 潤滑劑的那種感覺 就是當初其實我也很反對你 騎重機啊 因為第一個 首先的考量就是安全啊 會很擔心你騎很快 就會跟飆車連結在一起 飆車是大家一定都會想到的 台灣就是這樣 那個沒辦法 可是其實 我有看到你內在的那個 對生命 就是重機 喚起你對生命的那個激情 非常的強烈 好像跟你有一個距離 從昨天到現在這一路以來 對 我就 我就覺得 就是讓我看到你另外的一面啦 那一面是在家裡 我們看不到的 那一種積極 對重機的那一種濃厚的興趣 還有那一種積極的一面 對我的關心 我都很強烈的感受到 有體會到你那個貼心 還有你的負責 在這幾天到目前為止我覺得 好像有 我們是有在同瓶 同調 同在一起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繼續往花蓮前進 好 拜拜 GO 我常常都說自己不會幹騎車 除了自己心臟也不夠大顆 不敢騎快之外 更多的是 我知道在家裡面還有家人 在等著我平安回家 進入花蓮 開始大小雨直直落 你提議買雨衣給我穿 我說我也想體會一下 真男人不穿雨衣的心情 你說我想當真女人不穿雨衣 我說我是老女人啦 老爸說這幾天應該都不會下雨 對啊我看天氣預報也是都大太陽的 應該是海豪 所以你真女人要穿雨衣嗎 我是老女人 老女人要穿雨衣嗎 貓貓雨是還好 如果真的下很大 那很不舒服耶 對啊 而且你那個機器 你就是防水嗎 背包是防水 衣服褲子都不防水啊 我都直接從那個台北林回台中啊 這樣不會很那個很爽嗎 很爽啊 真男人真熱血 真男人就是要這樣 我問你你的背包到底有多重 你說大約15、6公斤 這一路一來 你背著這重達15、6公斤的背包 一路騎 不但不含苦 還樂在其中 從台11線上我們穿越過花蓮大橋 對我來說 在經過花蓮大橋之後 才有那一種 我們是真正到花蓮的感覺 在台11線上騎了超過5個小時 終於準備要進入市區了 時間到了這邊也超過了中午12點 午餐呢 就打算再回蘭星巴克解決 1點40分 終於到花蓮 現在在貨櫃星巴克 我覺得那個星巴克還蠻有特色的 它是很多貨櫃堆疊起來的很高對不對 好啊你看起來很餓你趕快吃吧 好你趕快喝你看起來超餓 我哥 喝完咖啡繼續啟程 這一次從花蓮往宜蘭的路上 英語綿綿 接下來 我們也準備進入蘇花公路了 被姑狗小姐帶到了193線道之後 重新接回台9線 雖然載著乳娘 想讓她多看看海到了蘇花公路 也代表著東半部的行程超過一半了 為了把握每分每秒能夠看海的時候 所以選擇走了舊蘇花公路 我問你為什麼這麼喜歡騎重機 你說沿途飽覽明媚風光的感覺 你喜歡騎在汽車上被風吹的感覺 你喜歡用手去感受換檔體驗不同車速的感覺 因為熱愛 所以你可以忍受長時間被重包帶來的肩膀痠痛 你可以忍受屁股常做的痠痛刺麻 你可以忍受寒風吹雨水打的不舒適 你可以忍受迷路了再回頭找路的焦慮 你可以忍受隨便吃方便住的簡單 你可以忍受蹲在路上 充電換電池的不方便 你甚至可以忍受家人對你做這事的不認同 包有一顆熱愛的心很重要 背著包包久坐在機車上面 說不累一定是騙人的啊 腰痠背痛的 不過每次出門再回到家之後 被記住的那些事情都不是眼睛多痠多痠 腰多痛多痛 屁股多麻多麻 而是那種心靈的解放與自由 或許有一天你會發現 最感動的事情不是你完成的一件事 而是你終於鼓起勇氣開始 把握當下不要後悔 我們都很常從自己選擇的人生 看向自己沒有選擇的另一種人生 然後感到羨慕感到後悔 不管做了什麼選擇 哪怕會很不舒服 哪怕家人會不認同 哪怕會很焦慮 只要不後悔 就是最好的選擇 挖蓮的山洞多 坐在你背後過山洞 清理一陣看不見摸不著的黑暗 然後又一陣光芒破除暗黑 照見光明的過程 由衷體現堅韌生命的觸感 騎在舊書畫上面 沿途的峭壁高聳 道路狹窄、緊鄰懸崖 無數的英雄為了打造這條公路 而付出了生命 每每到此心中都是存在著一絲敬意與感念 開車騎車在這邊 除了需要提防墜崖 還要擔心禍蟲天降 就是落實阿 所以在很多人的心中 這是一條蠻恐怖的公路 雖然恐怖 不過卻有著世界級的美景 4點45分我們到南澳了 我覺得今天跟我以前來的那幾次 比較悟一點 他沒有那麼清楚 有他那種互換的美 我還是覺得很美阿 然後等一下剩下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下去就是宜蘭 到宜蘭之後再騎完北宜 我們就到台北了 所以等一下最後那一段 算是整個東半部的最後一趟 他剛剛有一段是在山裡面 繞來繞去的 你在彎的時候那個離心力 就是真的會讓我有一點緊張 那我看那一台好像 坐這個就已經 每次停下來 人家就會來問說 這是什麼車 然後是原廠的嗎 對對對 一台多少錢 他就長這樣好不好 他就長這樣 他的臉就是這樣 很可愛耶很可愛的臉 目前到現在 除了屁股痠之外 還有什麼是不舒服的嗎 肩膀痠 頭很痛 頭也很痛 對 為什麼我頭很痛 不知道耶 可能戴那個安全帽 沒有戴那麼久過 好啦 然後反正 再忍耐一下等一下就倒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要繼續出發了 GO GO 掰 離開了南澳 我們繼續啟程 往蘇澳前進 踢宮貝亞到了這邊 對我們開了一點小玩笑 就是天空開始下起了毛毛細雨 從魯特去年到今天 每次只要到宜蘭 幾乎都是下爆的 所以其實也做好了心理準備 等等應該是會全身濕的那一種 不過自己濕是還好 這一趟特別不一樣的是 後座多了一個人 魯娘可不能濕阿 所以停了一下便利商店 買了一件雨衣 就準備經過宜蘭市區 進入北宜公路了 到了蘇澳 開始大小雨又直直落 淋著雨騎在宜蘭田野小路上 田間旁的小路燈 或高或矮的 在暗暗的天空中 努力閃爍著 接著我們要夜騎 北宜公路 穿越過宜蘭市區 雨是完全沒有要停的意思 反而有一種 越來越大的趨勢 小時候我常聽聞北宜公路 時常有鬼出沒的驚嚇故事 用路人常被鬼嚇的目瞪口呆 無法動彈 心裡不免有諸多 心驚膽跳的想像畫面 浮現出來 然而真正親身夜騎北宜後 似乎想像的可怕 就沒那麼可怕了 所有的恐懼都是來自於為之與不安 抱著尊敬的心 夜騎在北宜公路上面 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恐怖 鼻起腦中一直想著 這裡好恐怖 那裡好恐怖 倒不如 花多一點心思 再注意路況上面 到女兒家已經晚上九點半了 我看到女兒奇異的眼神 一種伴隨著興奮 又有些抱怨的表情 我迫不及待地 洗了個舒服的熱水澡 也去買乳味當晚餐 我們就這樣度過了一夜 時間來到了快十二點了吧 現在我們到了林口了 乳娘她女兒的家好不好 我妹啦 我洗到衣服上面全部都是那個 這是鹽巴好不好 這是我流的汗 洗澡睡覺晚安 GOGO 早安啊 早 昨天睡得怎樣 睡一覺起來 體卷感就消失了啦 屁股也不會痛呢 睡得好嗎 睡得還不錯啦 所以我只睡地板而已 等一下我們要走台三線 回台中 啊預計大概多久會到 大概三四個小時會到台中 到台中的時間是下午兩三點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那個 台中最近不是缺水嗎 可以看到那個鯉魚潭水庫 然後是見底的那樣 GOGO GO 在媽媽環島時間來到第三天 今天也是這趟行程的最後一天 昨天從台東一路殺到了林口 連我都覺得我媽根本是鐵屁股 經過昨天的長針之後 今天的行程就簡單許多了 沿著台三線一路回台中 簡單吃完早餐 我們也準備展開最後一段到台中的路 從桃園出發 騎到山灣南莊路上 有股淡淡桂花香草味 正正撲鼻而來 好一段時間 這股香味伴隨著我們一路騎 台三線這一條也算是兩個禮拜 就會經過一次的公路 算是不知道騎過幾次了 而這一次 載著我媽騎在這邊 那種感覺不可言喻 如果真的要用言語來形容 在之前阿里部落的影片中 哪一種在一個熟悉的地方 發現了一種陌生的感動 這種人生最好的旅行 這句話拿來這邊用 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 和車友打批聊天 曾經停留的點 現在卻和我媽一起來 真的是很奇特的感覺 所以到了台三線之後 內心在這邊 又有一種無比澎湃的Fu 不過這次沒有流眼淚就是了啦 到了斯坦的時候 時間也來到了超過中午12點 帕魯娘肚子會太餓 我們也停下來 打算在這邊吃午餐 再回台中 現在我們已經到斯坦了 這邊距離台中 大概只剩下最後一段路了 很開心要回家了 這時候就很開心要回家了 可是通常 通常很愛騎車的阿 到這一天是最堵然的 為什麼 像小胖就是 小胖為什麼 他會覺得說就是 出來騎車這麼多天 他不會想要回家 還有下一次是不是 下次可能不會這樣約了 對 他最後一天他都會擺一個很臭的臉 不是 我因為我也蠻想我老公的 魯爹 我沒有女朋友 沒人可以想 對不起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會繼續出發 好 go 離開了斯坦 我們繼續騎在台三線 往台中出發 從桃園到鯉魚潭 久旱不渝 大地歸裂成一塊塊不同圖形的奇景 車子快到台中市區時 也許你感受到這趟旅程即將畫下修指符 你指著那個超商說 你跟車友每次要騎台三線都會約在那裡集合 說這條路怎樣 那條路又如何 路上剛好一台貨車 司機對我們揮揮手比讚 我內心又湧動了起來 最後我們終於到家了 下午的三點半 我們終於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了 我覺得你在做一件讓乳娘放心的事情 好啦不要哭啦 我只是想說這次出來 然後讓你知道我平常到底在幹嘛 我平常出去不是不單單只有騎車而已啦 就是還有做一些看那些風景啊 然後把那些風景記在腦海裡面啊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有點像是寫作文這樣啦 就把它寫成一篇文章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這樣 對啊就是會覺得說 常常看你的影片你都說 你是真男人不穿雨衣 我就在想說當一個真男人 這麼容易喔 只要不穿雨衣就是真男人嗎 可是這三天的旅程 讓我很感動 會覺得你懂事了啦 覺得你真的長大了 這三天我好像當一個乖媽媽 學習讓你來照顧我 因為在家我都是照顧你的 這個也要強調就對了 對對對 這樣子跑一圈之後 讓我知道說其實你在行車上面 你也很穩 沿路上每停下來都有粉絲 來跟你拍照打招呼 很開心也很感恩你 安排這一趟的旅程 讓我更親近你 更接近你這樣 謝謝你謝謝 她體驗是很好的 她體驗是很好的 掰 你拿著攝影機問我這趟旅程 感覺如何 我不禁哭了起來 我們各自用著不同的方式 在陪伴彼此 你透過其重機 親吻大地之母 讓大地的能量指揚你 這趟重機 環島之旅 我內心滿懷感恩 你為媽媽所創造的一切 讓我有機會 會重新親近你 認識你 親眼見證了你的能耐與才華 那這一趟在辱娘環島 受限於時間 沒辦法來一趟沒有計畫 沒有時間壓力的環島 真的滿可惜的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和我媽 彼此之間 產生了一種特別的凝聚力 從剛出發 她在殺戮就很感動 到我堅持 一定要在天黑前進南迴公路 再到葉齊北夷公路而不安 一路上不管風景是好是壞 重要的是過程 我們的目的其實就是那個過程 而不是終點 只要跨出 就算是成功了 雖然在外地求學 少了10年的相處時間 不過透過這次的環島 我們建立起更深的親情 我和我兒子之前的關係沒有很好 過中開始 她就離開台中到外地求學 直到出社會後才回到台中 超過10年的時間不在家中 少了超過10年的互動 感覺我們的關係 就像是多了一層薄紗 始終看不到對方到底在想什麼 大的覺得小的整天在外面騎車 小的覺得大的整天瞎擔心 直到她載我去環島 讓彼此間更加認識 有一種特別的零距離 最後我想大聲的告訴你跟大家 魯特 我兒子 我驕傲 好啊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